華視新聞把您誤稱為總統,請問院長的回應 華視新聞一再出錯,確實讓人傻眼 不應該這樣子 而華視公館集團雖是獨立運作 但還是來自於國人同胞的納稅權 其捐贈來支持 應該要檢討是哪些地方 做得不好不夠 然後我們也會給予支持 希望能趕快改進 請問一下,因為這次華視聚高稅包含他們的總統 你看董事長都已經下台負責 但外界似乎覺得您都沒有出來說一些話 是不是您也應該要解釋呢 基本上來講的話 這一次華視的問題 它不是上下降的問題 它是內部管控的問題 那我們都知道這次的事件是一個危機 不過也是一個轉機 讓全民知道說我們整個公網集團的這個結構性改革問題 迫在眉睫 我們也暫時利用這個機會呼籲立法院 能夠早日提出這個解決方式 讓公網的人事集團 人事的問題可以早日正常化 讓華視未來的營運改善 都能有一個機會獲得解決 成長給大家i